大家好,我是最蓝,欢迎收看最蓝解说三国沙3v3 那么我们现在3v3推出了一个模式叫做统帅三军 是由一个人来操控三个武将 很多玩家也对这个模式产生了兴趣 而且借助于WCA的一个推广 它的一个每周的一个比赛吸引了很多的关注度 但是有很多新人不知道怎么来进行这样一个游戏 那么在所有的游戏模式之前 首先你要了解这个游戏的模式里面有哪些武将 那么这个今天这个视频就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基础的一个入门的视频 是对武将的一个认知 我们来看一下在33里面的武将都有什么 然后以及他与我们传统的身份局有什么区别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3v3里面目前3v3这个版本里的所有的武将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魏国有曹操、司马懿、夏侯敦、张辽、郭佳、曾姬、夏侯渊、徐晃以及文聘 这里面有几个特殊的武将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是夏侯敦 夏侯敦不同于身份局、刚烈 夏侯敦现在这个刚烈技能在3v3里面是这样来设置的 每当你受到一次伤害后 你可以选择一名对方角色进行判定 如果结果不为红桃 该角色选择一项,气质两张手牌 二受到你的造成的一点伤害 原先的在身份局里面夏侯敦是对伤害来源来进行判定 而这个3v3里面是必须对对方角色进行判定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能够把AOE来放大的一个属性 就是当南蛮入侵打到夏侯敦的身上的时候 夏侯敦是可以刚烈对方的 就是自己人去打夏侯敦 包括自己人去杀夏侯敦也是可以刚烈对方的 起到关键的时候没有距离的一个补刀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将 夏侯敦在这个3v3里的地位也是属于中等偏上的一个地位 常见的组合有黄盖 赵云 夏侯敦 以及孙坚夏侯敦的一个双盾组合 以及当对面必出貂蝉的时候 选择出夏侯敦来克制貂蝉等等 夏侯敦还是一个有意思的武将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知的武将 他不太一样 好 第二个我们需要认知的武将是文聘 文聘的技能叫做阵位 锁定技对方角色计算与其他几方角色的距离时始终加一 这是一个团队光环属性 是除了文聘之外 就是我们队伍有三个人 除了文聘自己 每个人都等于装上了一匹隐形的加一马 那么非常常见的组合是文聘白组 文聘主的话保证双边有一个加一马 这样是双边会有一个很好的生存能力 如果双边的一个强度够上的话 那么在双边的一个回一个行动轮次下面 就会给对面就会造成对面检员 或者是我们户随中直接击杀对面主攻也都可以 这样可以保证双两个强双边的一个生存 还有一种打法是文聘摆在边位 然后保证一个强主的一个回合 那就是文聘摆边是卖文聘 然后保证一个主以及另外一个墙边 就是主和墙边 主的能力很强大 编的能力也很强大 这样的话使得两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发挥 而其他人想要打过来就必须先把文聘给打死 那常见的一些做法是文聘鞭 然后貂蝉主 然后配一个X X可以是孙权 也可以是张辽 也可以是其他非常强力的武将 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文聘的一个保护作用 会使得貂蝉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那貂蝉四血貂蝉 加上一个加一码就非常厉害 而想要直接去打到貂蝉的话 就要需要一张至少为在编锋也需要一个三的距离 而主帅的话是需要一张四的距离 而四以上的距离只有方天化戟和麒麟弓 而三以上距离又不是那么好抓 就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去难以打貂蝉 那貂蝉的回合越多 他的收益就越大 就是文聘的一些认知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文聘这个加一码 还是会经常卡我们顺手的 卡顺手卡冰凉也是很有用的 那其次就是文聘白组的时候 要非常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对面所有人去直接打你的文聘 一般时候文聘白组可能对面都会直接来打文聘 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保护文聘的一个防御力 好就是卫国里面 跟我们传统的身份局里面不同的两个武将 一个是夏侯敦 一个是文聘 那么其他武将我们在后续的一个讲解里面 我们先把不同的武将讲一遍 然后我们再来讲 整个三维三版本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武将 好我们看一下蜀国 蜀国的武将是有刘备 关羽 张飞 附格亮 赵云 马超 月音 江维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跟传统武将有 跟传统身份局不一样的武将有关羽 关羽的技能 五胜和传统身份局一样 是可以将红色牌当杀来使用或打出的 中意 限定剂 这是一个限定剂 初牌阶段 你可以弃制一张红色牌 红色手牌 于自己武将牌上 当关羽武将牌上有中意牌时 己方使用的杀造成的伤害加一 当身份牌重置时 中意牌进入七牌堆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在关羽的回合 关羽可以把一张红牌 红色的手牌 放在自己的武将牌上 这个时候视为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下一个身份牌重置的一个回合内 所有自己方的队友使用的杀 造成的伤害加一 就是有一个裸一的效果 那么关羽是典型的一个助报的武将 常见的一个配合有 关羽 小乔 贾许 是就是关羽和贾许的一个双限定的一个智能 或者是关羽 黄盖 是关羽和黄盖的一个爆发 以及关羽 夏侯渊 是这种都是直接去用这个中益的一个裸一属性 使得尽快的击杀对面一个人 那当然一个单关羽搭配其他武将也已经很厉害 比如说张辽关羽也很厉害 那不一定说是就是关羽要搭配一些暴力的武将 因为他本身的一个属性 如果他是冷色在四连里面是很容易打出这个关羽 中益的一个效果的 那这是关羽的一个技能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武将 是很重要的一个助爆将 好 看一下蜀国有没有其他技能不一样的武将 好的 我们找到一个武将叫做赵云 赵云这个武将龙胆还是不变 杀当闪 闪当杀 第二个技能救主衍生了很多新的玩法 救主的技能描述为 每当一名其他几方角色处于冰死状态时 若你体力值大于1 你可以弃制一张牌 这是牌 就不是手牌 就是手牌和装备都可以 失去一点体力 然后令其回复一点体力 那么这是一个可以使队友在冰死的状态下 回复一点体力的技能 就是我丢一张牌同时我自损一血 来自损一点体力来保证你的生存 那么这是一个赵云是可以用来来保护的 也可以是用来助爆发的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助爆发是黄盖和赵云的一个 一个搭配 因为黄盖配赵云是非常稳定的 至少是三张 就是赵云赵云四牌 那么四牌四血 那黄盖如果是主位启动的话 那么直接是可以 赵云这边可以救三下的 然后同时如果黄盖有AOE 把赵云收之后 吴东升有这张牌 在现在3v3里面是 如果我们比对方人少 就会开三张 就是一些爆发 那么还有就是赵云摆在主位 赵云摆在主位是充当一个 不管是主还是编码 是赵云这个时候可以充当一个 伪化头的一个作用 它的效果是可以来救人 那么在13年的时候 14年的 反正在14年的王战的时候 那么哈尔滨云一主日也使用过 这个赵云张辽孙权 就是赵云主张辽孙权 那最后是赵云有一个收编爆发 然后同时呢 最后拿下的是全国的寄军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一局对阵 就是赵云是用来报那个来辅助两个强力鞭 保证他们的生存 然后当赵云的血线低了之后呢 两个鞭的血线也低了之后呢 那么赵云如果是有AOE的话 是可以收编爆发的 那同时借助于联络 其实赵云 我也尝试过一局这样一局 是一模一样的对阵 确实赵云这个时候 只要手里有一张AOE 那么随时是可以是可以反报的 就即便感觉是劣势 但是一张AOE放出来 也是有一个机会去收收掉对面 以及自己人 这是赵云的一个用法 需要注意的就是赵云 必须体力之大于一才能使用这个技能 也就是说 如果赵云手牌里面有陶的话 最好是赵云先出陶 而不是先用这个技能去救人 好的 就是赵云这个武将 当然还有非常猥琐的这个赵云 孙上香 华佗什么的 这种还有什么大刘备的这种刘香云 这种就是怎么杀也杀不死 三个人各互相奶奶奶奶去 是吧 当然这个时候有赵云的是正 的是比较怕对面AOE的 因为对面AOE是一打三 一打三的话 那么赵云的一个急救的话 就没有那么赵云的一个救助 就不会显得那么厉害 好 这是这两个武将 然后我们看一下五国的两个武将 五国的武将有什么特别的 五国诸葛景孙权甘宁黄盖 周瑜大桥孙上香孙奸小桥孙策 这里面只有一个跟原先武将是不一样的武将 那就是诸葛景 那诸葛景是从先有三维三 然后有身份局 身份局的诸葛景是根据三维三的诸葛景来改的 那么其实大家对诸葛景应该很熟悉了 对面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武将 第一个技能名为缓势 是可以帮自己队友改判的一个武将 每当一名几方角色判定牌生效前 你可以打出一张牌代替之 这个都很好理解 第二个技能叫做红圆 红圆摸牌阶段 我可以少摸一张牌 然后令其他几方角色各摸一张牌 就是诸葛景摸一 然后另外两个人也摸一 这样他团队上面就等于摸了三张 比诸葛景自己摸两个要多一张 就是一个过牌的技能 明哲 每当你于回合外使用或打出红色牌 红色牌时 或者于回合外因气质而失去 失去一张红色牌之后 你可以摸一张牌 那么这就是说诸葛景在回合外 不论是使用打出红牌 不论是使用打出红牌 还是说我被人弃掉了红牌 以及寒冰过拆就等等 这个红牌顺手被人失去之后 我就可以摸一张牌 这使得他的缓势明哲是有一个联动效果的 来改勒布斯所是很好的 包括诸葛景手里有桃去给队友出桃 也是非常不错的 是可以把桃来再制衡掉一张牌等于是 然后这三个技能使得诸葛景在这个三分三里有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非常常见的一个组合就是刘锦 刘备诸葛景 因为刘备是可以给牌的 诸葛景是可以给牌的 刘备是可以回血的 然后诸葛景掉血之后 刘备是可以把桃子给诸葛景来撑诸葛景血线的 这两个人就可以打很多很多的阵 这两个人带上一个X 所谓X就是任何一个武将都可以成阵 就是三分三里的一个定律 就是刘锦就已经可以打很多阵了 当然刘锦的一个阵是非常怕爆发的 就是一波强暴 但如果没有爆发死刘备诸葛景 在刘备诸葛景的回合持续之后 他的一个过排量以及一个血量的优势 就会慢慢的显示出来 是非常厉害的 好的我们看到了诸葛景 同时我们看到吴国还有一个跟诸葛景搭配很好的武将 叫做孙坚 就是孙坚诸葛景 大家都应该明白 孙坚英魂 然后诸葛景丢红 丢红之后还可以再摸一张等于无损的一个英魂 好我们看一下吴国这是特别注意的武将就只有诸葛景一个 我们看一下群雄 群雄是整个三分三里面武将最少的一个国家 分别有华佗 吴布 貂蝉 庞德 贾许 华佗 庞德 贾许 都跟以前身份局一模一样 那 吴布 貂蝉 这两个夫妻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先看这个美人貂蝉 美人貂蝉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离间 离间 少了原先的一句描述 不可以被无懈可击 那现在的离间是可以被无懈可击来打的 就是当貂蝉使用离间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打无懈可击来使这个决斗失效的 就是他唯一的不同点 好我们看一下吴布 吴布的技能十分之复杂 無双啊这个可以理解 杀和决斗需要用两张闪或者两张杀来响应 好第二个技能战神非常之犀利 战神觉醒技 回合开始阶段时 若己方有人阵亡 并且吕布已受伤 则需减一点体力上限 并弃制以装备的武器牌 获得技能神级和马术 先讲一下觉醒条件 觉醒条件就是吕布开始的时候 吕布受伤了 然后同时我们队友我们死过队友 我们的人我们只要死过队友就可以了 好就是吕布的一个卷影条件 卷影之后获得的技能马术都可以理解 装备了一匹-1马 神戒啊就是神戒这个技能是这样描这样的 神戒在手无人能敌 若锁定戒若你的装备区里没有武器牌 你使用的杀选择的目标个数上限加2 就是说我使用的杀可以额外指定两个人 就是我可以一个人杀三个人 只要是在我攻击范围之内 而他弃掉装备之后呢 吕布拥有了马术 就是他自带了一匹-1马 这样当对面没有装加1马的时候 那吕布基本上就可以杀对面三个 而吕布如果自己装备了一匹-1马 就等于他自己装了两 就等于是有-2马 所以也是可以一杀三的 就是吕布的一个技能 那么吕布呢目前来说 是3v3里面出场较少的一个武将 是因为他的技能看的非常华丽 但是跟其他的一个稳定性 稳定的一个组合来说 可能他的出场率就不会那么高 常见的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个黄盖吕布的 黄盖吕布 那么黄盖可以靠A把吕布打绝醒 同时黄盖自杀 然后这样吕布是可以来进行一个 直接的一个觉醒啊 那么还有的就是貂蝉吕布 当吕布摆主的时候 呃吕布摆主 貂蝉摆边 那么对面呢 对面呃 如果打不到吕布 基本是要先解决貂蝉 而貂蝉和吕布的一个呃配合也不错 那么当貂蝉一旦阵亡 那么吕布又有一个爆发之后的无双 那么是可以造成一个很好的效果的 呃 那么之前天巴还有人说 要出一个貂蝉吕布夏侯敦的一个阵 也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时候对面打谁都很难 是对面就对面不能打到夏侯敦 呃如果打不到吕布 那就只能打貂蝉 这是一个逼迫对面打貂蝉的一个阵 对吧 当然如果对面全都找到距离的话 是可以直接去杀吕布的 不过貂蝉的回合越多 有可能你没杀死吕布 貂蝉先把你们弄死了也不一定 所以这确实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阵型 那么我们看到 这就是3V3里面几个不同的武将 分别是夏侯敦 文聘 关羽 赵云 诸葛锦 吕布 貂蝉 这几个武将是完 这个是你现在进入统战三军之后 必须要熟悉的几个武将 因为他的技能不一样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东西 好剩下我们来讲一下 3V3里面非常重要的几个武将 外国 国家 国家非常重要 那么在传统3V3里面有四神之称 国家这个技能大家都很明白 跟身份局一模一样 在身份局里面经常被当做白板来使用 但是在3V3里面 由于它是一个标准的排队 那么国家的一个助报属性就特别强 国家的卖一滴血等于两张牌 那么这个时候一旦有AOE放大 以及 以及这个刷牌阵 就会使国家的一个效果特别犀利 那常见的是国家孙上香 这个都明白 那么还有就是国家小乔 那么小乔添香 那么国家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刷牌 那么国家小乔如果在曹操是最 最著名的一个绝情症AOE的无限循环 在身份局也会容易见到 这是一个国家 那么其次就是国家搭配关羽张飞 关羽的一个中义 张飞的一个咆哮 这样是中义之后的中义杀国家 让国家卖磁牌 让张飞用所有的杀去杀敌人 然后或者是AOE去A国家 杀越多 那么刀刀的打下去的话 就会使对面很快的一个崩盘 这是国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珠宝武将 包括国家画通黄盖 是传说中的黄金一波 是国家来卖牌 然后黄盖来杀人的一个阵 好这就是国家 也是国家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暖色手抓的一个武将 因为暖色的处于处于一个行动烈士 他需要一些牌以及需要一些爆发 那么国家是很好的珠宝 还有就是有一句话叫万事不绝守国家暖色的时候 当然这是只是只是一个经典的经典 只是一句流传的话 不一定这么做就是对的 但是一般来说不会出大错 好 然后就是 然后这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武将里面 魏国最需要注意的一个武将是国家 其次张辽 张辽是非常强的一个武将 不管是在身份局还是三分三里面都非常强 那么张辽也是有四神之称 传统里面 他的一个排差厉害是非常排差属性是非常厉害的 现在还有加入姜维之后 张辽姜维也是很好的一个二人组 原先有张辽干宁 反正张辽个人的能力就已经非常强大 只要张辽的回合越多 那么尤其是张辽冷色的时候 那么一旦经过冷四连会发现暖色基本没有了手牌 好 然后看一下蜀国特别需要注意的几个武将 第一个刘备 刘备 刘备依然是非常好用的武将 出牌阶段他可以仁德 是可以把牌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利用 所有所有三国沙武将出到现在 唯一一个手牌利用率达到100%的武将就是刘备 他是可以把手牌率的利用率达到100%的 因为他这个仁德属性他想给谁就给谁 他想自己用就自己用 谁需要什么他给什么 就是一个最 就叫做我们在教育上面有一句话叫做 因才是教 而这个刘备这个刘备这个人德叫做因需分配 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所以是非常厉害的 常见的刘备诸葛锦 刘备孙上香 刘备黄岳英 刘备华佗什么的 这种就是刘备诸葛锦 刘备华佗这种非常慢的阵 或者怎么的 就是刘备这个不管是搭配谁 刘备孙权都很厉害 刘备张飞也人阵 好这是刘备 那么其次蜀国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将叫做诸葛亮 诸葛亮关心这个技能可以正观可以反观 同时空城也保持了一个很好的防御 当时在三三里面前期是不太会空城的 后面是可能需要空城一下 那其次他所构成的他和他老婆所组成的 诸葛亮和黄月英的一个月亮组合 也是非常经典的阵型 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阵型 如何操作大家也都明白 然后同时有诸葛贾许 诸葛贾许 那么诸葛贾许是借助于诸葛帮助贾许找到一个很好的爆发 来进行一个秒人 诸葛亮的一个个人能力使他在三三里面依旧拥有很强的一个地位 那其次就是黄月英这个武将了 黄月英是一个核心的这个爆发性的武将 那么不管他是在坐在主位还是坐在诸葛亮的那个下面 还是说是有郭家的一个搭配 还是有诸葛景的一个给牌或者刘备的给牌 只要是有月英有锦囊 那么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强的爆发 三为三里有一句话叫做有月就有梦 就是有黄月英就有梦想 也有一句也有人也有人曾经一张还没有 然后因为一张天堵而翻盘 那我曾经也打过跟著名的选手新商打的时候也是黄月英一张手牌顺手牵羊 然后这边又有兵又有乐 但是天堵了一张乐不思索 一张顺手牵羊之后开出了五中生友 然后就一瞬间把对面打崩盘了 这是月英这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武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蜀国其他的武将就是新加入的姜维 是很好的一个挑衅 那挑衅这个技能对手牌有个骚扰 搭配张聊前面讲过是很厉害的 张聊姜维的一个二人组 以及他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 现在也经常作为一个暖色的来使用 暖色的姜维来进行一个限制 还是不错的 同时他有觉醒觉醒之后关心也是很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吴国 吴国除了我们前期所讲到的诸葛景之外 那其次就是孙权孙上乡 大乔黄盖 就吴国所要讲的武将就比较多了 小乔 那么这里不会给大家一一的细讲 那主要讲一个非常 非常跟大家传统的身份局认知不一不一样的武将 黄盖 在传统的身份局里面 黄盖会被列为坑货的行列里面 因为经常是啪啪啪啪 然后就死了 包括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身份局直播里面 也是一个黄盖 也是为了练手术 直接苦到嗜血 然后出陶 非常厉害 大概没有一秒的时间 他就苦到了 苦了嗜血 然后出了一个陶 那么在3v3里面 苦肉这个技能 还是跟郭佳一样 他是可以过牌的 同时他搭配画头 搭配赵云 搭配关羽 搭配假许等等 这些将是可以在一个回合内打出很高的一个伤害 那么他只要能过到他所需要的牌 那么他打出伤害之后 即便自己死了 可以给对方 就是黄盖去换掉对面一个核心 那么同时自己发的二人是可以打对面二人的 而且黄盖如果可以过到冰乐这样的牌 还是可以把对面的一个回合给限制住 那么就会创造很好的优势 那么最在以前的时代最厉害的一个阵型叫做黄金一波 以及白银一波 分别是华佗国家黄盖 以及刘备华佗黄盖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有关羽黄盖 有这个黄盖华佗赵云也是一个超一波流 以及有黄盖赵云夏侯敦也是一个一波流 黄盖夏侯敦 就是黄盖华佗赵云可以算超一波流 也可以打也可以不打一波 黄盖死黄盖就打到三血也可以 其次就是这个赵云夏侯敦的话 是经常是赵云死 然后黄盖保存三血过的是不打 不会直接一波打主的 可能会先秒到一个对面一个边 那如果有机会一波打主 是会考虑一波打主 就是黄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将 大家也是非常考验排序的一个武将 当然最简单的是先把牌拿到手里 然后你再看怎么过牌 但是一旦当你牌多了之后 你是很容易出错的 也是练排序的一个武将 就是最特别的一个黄盖 那以及我们喜欢讲的一个美女大乔 大乔是乐不思索 是可以充当冷嘱的 也可以充当一个暖嘱 也是偶尔是有些奇效 以及沙士可以跟贾许造成一个很很有意思的配合 就大乔贾许乱舞的时候会非常有意思 大乔小乔这两姐妹跟贾许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配合 然后就是小乔小乔是经常用来做这个刷牌使用 以及做这个伤害转移使用 群雄的武将 群雄的武将 除了我们之前讲到不一样的之外 就要需要注意贾许这样一个武将 贾许加入这个3v3以后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武将 那么他在这个玩杀的一个技能是可以切断队友的桃子 切断队友的桃子的话 是能够造成一个直接性的简缘 那么常见的配合前面也提到关羽贾许是著名的双线阵 那以及呃单贾许带任何一个输出边啊 貂蟬贾许以及贾许带江维 贾许带张辽贾许带谁贾许带诸葛 都是很厉害的 包括刘备带贾许都很厉害 呃那乱舞帷幕这个技能大家都明白 主要是他这个玩杀的属性使得他乱舞玩杀的一个联动 可以造成一个人物的简缘 其次就是画头 画头也是跟身份局很不一样 画头的传统的身份局画头出长力非常低啊 就是普通的画头 但是在这个三分三里面画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将 首先他是可以一他可以用来爆发呃 提供黄盖的一个爆发 二他可以来提供一个保护就是画头主 然后来保护保护两边 三在超慢阵里面呃 只要有画头是永远杀不死人的 张辽画头诸葛锦 刘备画头诸葛锦这种永远杀不死人 就会非常非常恶心 就是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武将 好啊 包括郭佳小教画头也是这种证 郭佳小教画头是既能刷牌又能又能来写 啊对吧 是非常让你让你打的打的就想投降的一个阵型 嗯嗯啊 那么今天的这个 3v3的呃入门的武将认知部分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语速比较快 但是不影响大家的理解 因爲呃这个是新首相的一个东西 啊这边这个是新首相的一个东西 大家听过这个之后呢对不同的武将有了一个认知 那么你可以你就会有兴趣去去学习这些武将的一些用法 然后然后你可以去去这个要什么 开始去尝试自己去打一打这个三为三了 打一打统帅模式 统帅模式出来之后一个人操控三个武将 是比较容易让你理解所有手牌的使用 因为你可以知道自己所有的手牌 那么好那么武将认知部分我们先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去今天给大家简单打一局 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效果 希望我们能打赢 打不赢我们也会把它做到直播里面 我们直接购买一下参赛券 这个号我应该是可以用银两购买的 所以我去银两购买一下 我们还是用这个统帅三军的模式去买一个 只打一局 购买好的 最大一局作为这个武将认知之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视频 好 你猜猜猜猜猜然后开始打 讲的比较快 大家可以看视频的时候再回味一下 或者自己再去看一下这些东西 现在是主要是制作视频 所以我们要从头讲起 这个视频对于3v3的推广作用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以及对一些不玩3v3的玩家来简单的了解一下3v3 也是很厉害的 那么后面我会去贴吧找一些精品的帖子 选一些特别好的帖子来给大家讲他们前辈们所给我们留下的经验 好我们是暖色 暖色反正我们还是先自己选吧 不要随便让 看一下这边是有刘备 张辽 诸葛景 黄盖 关羽 郭佳 等等 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 关羽 看一下 我们还是拿张辽吧 拿张辽或者刘备都可以 我们拿个张辽 暖色虽然说传统印象要求一点爆发 但是也没关系 我觉得就拿个张辽吧 我觉得主要是统战三军 这个一般来说第一军区匹配到的人 可能都还普通 两国家拿走 好的 然后我们拿一下这个 刘备 孙上相 这样拆掉它的锅箱 然后同时我们拿到刘备张辽 等于拿到两个神价 这边只拿到一个桌子紧 这边要关羽 要爆发一下 缓盖 这边要走爆发路线了 下后盾 香味 好的 拿一下拿一下 我们可能打不过对面 因为这边基本上要走关羽黄盖了 很难受 比较难受 会不会让先就不知道了 小渊 好 还是刘备白主 张辽 江维 这样就打就打刘备张辽江维吧 希望能够对面不出关羽黄盖 让我们来秀一波 那如果你怕的话 我们可以出这个夏侯敦啊 出夏侯敦他们就只能打这个 打这个张辽 但是出江维的话会好一些 就是强度上面会好一些 好 这边还是冷色纤了 我们有五谷 有顺 有顺 两张顺 还不错 自舍其身 施于天下 对 果然是关羽黄盖 配了一个珠珠琴 他们有乐吗 千万不要乐不自出 还好没有乐 那么这边还有一张红桃 就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我还是要 张辽动一下 因为有两张顺 杀一下 我们看看 如果黄盖出闪的话 我们可以顺到他 有可能手里的锦囊 好 顺手天阳 好 乐不自说 这个时候乐的话 如果乐给 还是乐给关羽吧 这边有叫明红桃 也很没办法 先顺他手办 杀黄盖 杀黄盖 这边如果一波打的话 应该打不死我们 然后刘备一会提供一个保护 就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冷色可能在四连再打我们也有可能 两张闪 这边一张闪 黄盖先苦肉桃源了一下 我们有两个闪 一个桃 两个桃 出沙 可以不出沙 先把红沙出了吧 因为自己有人往那时候先出红沙问题不大 这下是可以不闪的 因为一会儿我们可能要接受这个中意的闪 这边天堵了 有点厉害 这边祝贺姐还想赶 虽然想过距离 我们把这个 姜维的这个 我们把这个谁这样拿到 吊一下鞋 好厉害 他顺到桃子了 我们先仁德一下 仁德一张黑纱 仁德一张五谷给张良 以德服人 然后过拆一下关羽 这个拆掉 简易码是可以顺刘备 兵刘备的 这边可能要中意打刘备了 刘备有一张闪 张良有两张闪 不要拆掉闪 拆掉闪我们就可能要死了 还好 万箭了 吊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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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中意了 闪 吊备只有一闪 可能要闪一下中意 吊鞋 吊鞋 在所不辞 南蛮入侵 南蛮 吊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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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杀 吊鞋 吊鞋 好这边 我们 如果这个防盖 有一张距离的话 我们就死了 还好 还好这边 他没有距离去打这个 这个张辽动一下 张辽动 张辽一方面是有可能偷到桃 一方面五股之后呢 我可能会 可能会直接那个 先把这个环盖打死 我们先 收到牌之后五股走一下 只要这一回合没有打死刘备 我们就有机会 不要让诸葛军有距离 好的 五股给这个 五股给他找一张闪 这边拿无限 然后 罗贝这边拿闪 然后这边拿无限 然后这边关羽拿什么都可以 他们关羽会被无限掉 对 那个谁会被无限掉 诶 诸葛景无限 无限 诸葛景 不要给诸葛景无中生有 因为无中生有 他会开三张 这样刘备有一张闪 就不怕被这个了 然后我可以丢一下牌 调掉 这个时候不要杀杀关羽 杀关羽的话 容易被这个诸葛景收牌 收这个关羽 收关羽之后我们就很难受了 他如果收关羽爆发 我们就没法打 好 只要把关羽这张手牌对那就可以了 关羽给他距离没关系 杀 好 闪 我有一张 他拆闪了 过河拆桥 他要赌这个 赌八卦阵了 红色漂亮 呃 张辽 将为 这边是诸葛景的回合 所以我刘备动一下 刘备动一下 给这个 给张辽两张牌 保证张辽的一个防御 这样张辽就不会死 一杀一闪 加场手里一张无戏 这边对面认输了 应该是 张辽先自己动一下 不突袭了 吃个桃 然后就 调信一下 冰上 为什么要吃满 没有必要吃满 对面 对面投降了 但是我们现在主要找不到距离啊 刘备先看看能不能给出距离来 刘备给两张杀 给这个姜维 违贤违德 能服于人 好的 我们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呃 这个 刘备姜维这个 对 就是张辽姜维这个 属性啊 张辽姜维 同时我们配了一下刘备 我们把他这个挑一下 他应该是认输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决斗他 结束 就掉 不突袭了 没有杀 很可惜 其实这个地方不要吃桃 不吃桃原因是 呃 在对面认输的情况下呢 其实对面已经认输了 他就真的没有必要再吃桃子了 因为你会浪费时间 我先无踪一下 找不到杀 这 这有没有杀 我们顺一下他有没有杀 终于找到一张杀 好的 那么就结束了 可以看到刘备 就是刘备 张辽姜维 只要是能够扛住这个 欢与黄盖的那个回合 后期的话 他们三个人是非常强大的 对 吃桃意味着隐性鞭尸 这也是打三分三的一个 好的一个作风吧 就是三三的玩家 如果你是真正玩三三的玩家 是不会有任何多余动作的 不会说给炫耀自己手里还有桃 炫耀自己怎么怎么地 就是你不吃桃 即便自己要求桃 你给出一个桃就可以了 就不要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就是最好的一个玩法 好 那么今天这个直播就 这个今天的一个入门的讲解 以及这个视频的练习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 大家 大家再见 我们先吧 我们再见之前 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最蓝的真容 就是视频制作优酷的一个 一个这个 等一下给你解释 好 摄像头呢 好 大家好 这就是最蓝 那么喜欢我的视频的优酷的朋友们 可以考虑加一下我的QQ群 同时也可以考虑来看我的直播 直播的朋友也可以考虑 多去优酷看一下我的视频 那么今天的视频制作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一期再见